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隨著現在線上影音平台的興起 一般人除了說 自己拍的影片上傳以外 另外一種的格式就是說 現在很流行叫直播組 像一起Live啊 狼啊 然後像丟丟妹一樣賣海鮮啊 這種都在直播 一般來講我們在直播影片的時候 我們只能直播一個平台 那如果說 我有很多個社群平台想要同時直播 我要怎麼做 以往你要這麼做 非常非常的麻煩 你要懂OBS 然後你可能要裝開OBS 或者說用一些奇異怪怪的指令去做 這樣的操作方式呢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相當的複雜 那第二個呢 它失敗的比例其實還蠻高的 有時候你可能以為你已經在直播 只有兩個平台裡面 只有一個在直播 這是兩個平台都失敗 另外呢 坊間有一些比較專業的直播機 它的價格都非常的貴 而且也非常的大台 那你沒辦法把它帶出了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個 可以解決大部分直播主 所遇到的一些 譬如說像設定困擾 多平台同時直播 那我們接下來一起來看看 好開箱 其實這台呢 之前我在淘寶看到過 不過它價格當時很貴 而且它那個時候並不支援臉書 它支援抖音啦 那些中國的一些平台 但是它就是不支援臉書Twitch 那現在這一台呢 它台灣有帶 所以我才買進來開箱看 這是主機本體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以下 這台就是它的國際版 那就是它的傳輸線 充電線 這就是裝頭的 Type-C的充電線 那這個呢 就是可以讓你鎖在相機上面 那裡面呢 還有一個把手 還有一個退夾針 原則上就是這樣子 好 這台就是我們的 那個EuroBus Pro 那在外觀上呢 我覺得它比較像 監控螢幕 但是它操作上 又比較像平板電腦 但是相較於一般的平板呢 它只能單純做一個 直播的功能而已 它並沒辦法裝APP 或執行其他的軟體 那它的螢幕尺寸呢 為8吋 亮度最高的是400nit 大概是iPad mini的大小 那重量是744克 老實講不算輕 但是因為體積小巧 所以它帶出門使用 還是算蠻方便的 它的連接部分 就非常的豐富 在上方這裡 有3個HDMI的輸入 那旁邊呢 還有一個USB-A的一個輸入 而且它有一個 RJ45的實體網路接孔 可以提供穩定的一個網路連線 無線部分呢 它是支援Wi-Fi 2.4G以及5G的那個網路 不但如此啊 在它的機身下方這裡 還有一個 可以插4G信卡的信卡插槽 所以你只要半張上網吃到飽網路 你就可以隨時帶它出門去直播 不一定要受限於手機 另外啊 它有一個HDMI的輸出 旁邊呢 還有一個Type-C的連接埠 它支援畫面的輸出以及輸入 所以這一台呢 它最高支援5個 還有2個影像輸出 在旁邊還有一個耳聽的監聽孔 麥克風的輸入孔 它也支援一個Type-C的QC3.0充電 此外啊 它本身還內建了 1萬mAh的一個大電子 官方宣稱 不插電直播 也可以用3.5個小時 所以是相當的猛 在它下方還有一個SD卡的插槽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放圖片啊 影片素材啊 在直播的時候 還可以直接拿來使用 同時也可以直接放入PDF 來做一個簡報呈現 這一台還支援內錄功能 所以說你可以在直播的時候 把影片呢 同時錄到機車裡面來當一個備份 那簡單的介紹完它的外觀之後呢 接下來 我會使用這台NevoBus 來佈置一個直播的環境 然後直接測試給大家看 好 我們當然簡單的set完 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現在設的環境 那接下來我們來直接看它的介面 以這個介面來說 你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你要先點它右上角的畫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最上方 它有帳號 那你本身還要再註冊一個 YOLO的帳號 你才能使用 這邊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臉書的帳號 有我Youtube的帳號 那也有Twitch 那第四個是金曜 就是說在這幾個平台以外 你要直播的話 那你就是使用金曜就好了 原則上 你現在想的到直播平台 都可以使用 操作起來也非常的直覺 譬如說我現在這樣子 回到主畫面來 我如果按 左下角的加 它就可以建立直播間 或者直接用監視器模式 但是因為我今天要為大家簡單講的 就是直播功能 所以我等一下會直接用直播方式去介紹 那我就使用創建這個直播間 那這邊呢 那個名稱啊 敘述這位都要填 填完之後 按創建就能使用了 大家現在看到呢 就是YOLO直播平台上面的那個介面 最上方這一塊呢 就是整個一個畫面的呈現的方式 那在這邊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HDMI 1 那就是我的HM4 那接下來的USB 就是我的這個OSB Timing 我可以直接這樣點它 直接切換過來 這個鏡頭的方便之處 我之前已經講過了 它就會跟著我人走 比較方便一點 那如果要切電腦畫面 我就這樣子按過來就可以了 那在這個介面的時候 我也可以直接在這邊 去啟動錄影的功能 我只要點擊畫面右上角 就可以進行錄影 那我就直接開始錄製 這個時候它機身內部的記憶卡 本身就會開始做錄製的動作 在開始直播之前 再大概講一下它的設置的部分 首先先從最左邊這邊 它有它的圖層 那它的圖層有很多種選擇可以設定 那這邊就是我自己已經設定好的一些圖層 那我們先從這部加點下去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圖片圖 有文字圖層 也有倒數計時的圖層 如果是圖片圖層的話 它就是會讀取我們記憶卡裡面的一些照片 這是我裡面的一些截圖 那些資料 大家可以看到我做了一些PMG檔 假設我加入這一個 按完成 它還可以選擇要出現的位置 大小 說吧 看起來多到多小都可以 接下來我們點完成 另外就是倒數計時 倒數計時的話 剛剛大家可以看到 那它有兩個格式 你可以另外再選擇現在的模式 現在我們選擇是這一個 那如果點下去的話 就有點像直播之前 它要先做一個倒數計時的動作 那接下來它有一個文字圖層 文字圖層大家可以看到它有標題 副標題 它有很多種類型 也有滾動的還是怎麼樣 譬如說如果是要做跑馬燈的話 可能就可以在這邊輸入 那這個功能呢 是YOLO內建的 所以說你不需要再花時間去做美工或幹嘛 你只要會輸入的話 原則上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讓大家可以看到 也可以拖拉 我們本大小 按 縮放 滾動的模式 它有很多種模式可以讓你選擇 好接下來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它直播功能 那 這台我覺得它最棒的就是 它支援現在目前的幾個主流平台 那不支援的人就用緊要 像是ECLIVE 而且它還支援多平台同時的推送 不過要做這個動作之前 記得來這邊設置 它這裡有一個推流方式 由單平台改成多平台轉推 我這邊已經設定完了 設定完就按完成 然後接下來我直接直播給大家看 假設我現在要Youtube 跟臉書兩個要同時直播 那我先打開那個Youtube 然後這邊設定一下 因為我這測試 所以我先設定 這邊都可以讓你設定 那接下來就是臉書 那臉書這邊再點過來 這台我覺得最棒的就是說 如果你是有在管理粉絲頁的話 你要知道 以前你要用這種設備去做粉絲頁直播的時候 它是沒有辦法的 這類的設備 它只能讓你去設定個人的動態牆而已 那如果你要用粉絲頁直播的話 你只能用OBS 那這台呢 它直接可以讓你選擇 間線就是我們的動態牆 那也可以讓你設定你的粉絲頁 甚至要哪一個粉絲頁 如果很多粉絲頁的話 你可以這邊勾選就好 那小組就是我們的社團 所以這一台在這一點部分 我是覺得非常棒的 那我現在是做測試 所以我就選擇我的動態牆就好 公佈的方式也是用隱私就好 就因為這個測試 以免到時候 等一下就會發神經 好OK 那我就一樣按完成 這樣子我就完成了雙平台設置 它這一台呢 它其實最多可以三平台 同時直播 如果你有Twitch 你可以增加Twitch 或是一期Live 這樣子都可以做直播 那設定完之後呢 你就按下 這邊有一個Go Live 按下去 就準備開始直播嗎 按下確定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它這邊就開始直播了 基本的就是我對著相機講話 或者我直接切換這個鏡頭 那我也可以同時切換電腦 那另外呢 可以在這邊設置 它有幾個選擇可以選 第一個就是畫中畫 我可以選擇呢 其中的訊號源來組成畫中畫 假設這次組 好那第二個畫面就是這個 那這樣子呢 我就可以直接這樣子 去做一個畫中畫的那個配置 甚至我可以去桌放 配置它的大小等等 也可以調整它的比例 譬如說像這個來源 我要改成4比3 也OK 這樣子 那完成之後呢 這樣子我只要直接 按這樣子 現在在直播的畫面 它就是畫中畫的一個畫面 我就這樣子可以同時 再介紹我的一個東西 甚至說呢 在這邊 我可以讀取SD卡 在這邊我甚至可以放一個影片 譬如說我直播到一半 請大家欣賞影片 我就點下去 它就開始播放影片 相當的方便 變成它是一個 相當無腦相當易用的一個介面 那我甚至說我也可以這樣子 在直播的中途呢 譬如說我介紹另外一個來賓的時候 我就切換鏡頭 假設我切換這個鏡頭 是來賓的鏡頭 然後我就給它再加一個資卡 這樣子 像我之前有跟大家講說 你如果要直播 最簡單就是 買一個腳架來做 要是你要有質感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 甚至還可以幫你做多平台的一個植物 相當的方便 除了剛剛這個以外呢 我還可以加一個PDF 假設把它當作簡報好了 那我可以這樣子 直接做簡報 然後同時輸出我的聲音 而且一動一動的簡報 我也可以這樣直接 設定畫中畫 主畫面就是PDF 那次畫面就是網 那以這個方式呢 去做一個配置 那我就這樣子來做一個講課的動作 我可以一面說 然後就一面按 下一頁下一頁 當然如果說你有助手 幫你做這件事情會更好 那你只要專心的做直播就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三個是音訊 它這邊就會有 混音 然後你每一個訊號源的聲音 我現在HDMI1就是相機 它就是直接用這個槍買對著 那我也可以直接選HDMI3 然後這樣子直接來錄 它的實用性是非常的靈活 那另外還有一個 如果說今天啊 你是在直播球賽 我們還可以在這邊做一個計分板顯示 那我可以在這邊直接點選計分板 然後調整這個位置大小 都可以設 那甚至可以有這個 計分板大小 設多大多小 那甚至也可以這邊 蓋它的計分板為一個文字 還可以設定字體 那我就可以直接 就是看說誰得幾分 團隊1加1分 團隊2加1分 甚至上下半場 這邊都可以選擇 這個字都可以打 它的功能性來說 我是覺得是相當好用的 好最後呢 來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它的設置 設置這邊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單級切換、雙級切換 就是 你要點一下還是點兩下去切換 點兩下的話 就比較不會誤按了 然後這邊它有一些 那個影片的播放狀態 就是剛剛我播放的那個影片 看你要用什麼播放方式 那 文件管理就是我們剛剛錄製的影片 這些資料 可以直接在這邊做刪除 做管理的動作 那有一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是 環出 這個是中國的機器 比較奇妙的一個寫法 就簡單講就是呈現方式 照目前這個螢幕上面 去呈現我一個畫面的方式 我就直接看我到時候直播的時候 它呈現什麼樣的效果 那我可以直接在這裡 直接去做預覽 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Type-C的OUT 它把視訊用Type-C去做輸出 還有一個轉場的設定 就是像我這樣子切換鏡頭的時候 像這樣子 大家看到 它就是一個直切 那如果我是這樣子 改建 那看到 它就是一個流暢的過場 就看你要用什麼方式 它也可以用這樣 就不一樣的切換方式 這個方便就是說 它的所有的介面什麼東西 全部都是很直觀的 不會想說我還要去猜測說 到時候呈現出來的效果是怎麼樣 我就覺得這款真的很棒 推條方式剛好講 是多平台、雙平台 像我的話可能就直接都用多平台了 但是多平台你要注意你的頻寬夠不夠 如果你頻寬不夠的話 或訊號不好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你的影像 它是會lag的 如果有的話 你就盡量用RJ45 去做一個穩定的連線 然後這邊就是輸出 這邊就大概是編碼 你可以用預設子就好 然後上越高的話 它就需要網路速度越快 錄影限制 像我現在同時間呢 我也在錄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畫面的那個右上角 它是有一個REC 就是說我在直播的時候 我同時也可以做一個錄影的動作 簡單講就是備份了 你要連續的錄影 還是說10分鐘切一段 20分鐘切一段 站著 所以在使用上 你會覺得這個真的是不錯 好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我使用Eurobox Pro 去進行直播的這個功能 它好用的地方就是說 它操作起來相當直覺 你只要有一台機器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簡單的直播動作 像我這樣子 我就直接可以做一個 像這樣做一個畫中畫的東西 我就可以一面邊講解 一面去做畫面 然後都可以自己手動切 那我也可以這樣子 直接去做投影 然後在上面 直接去做翻頁的動作 那 另外呢 如果說有朋友 譬如說他留個眼給我 那我可以直接這樣子點下去 它就顯示在這裡 那在這邊呢 我還可以設定它的模板 它的模板是這樣子 我就這樣子 OK 就完成 就出來打個好帥 然後再弄下去 這個是不同模板 它就變這樣子 看你要怎麼去顯示 它的呈現方式都是可以修改的 那我們 這樣子 也可以這樣子去做一個畫面的切換 那這樣子呢 大家可以看到說現在在旁邊那邊 大家跟我互動的那個 那因為剛剛是我自己設定的問題 所以它顯示沒聲音 其實是有 我在這邊就可以去 選擇看到 誰講的話 然後讓它去顯示 如果說你同時要在YouTube上 去做直播的話 它可以這樣子顯示 我目前這樣子就是一次一條 譬如說你在做一個問答的時候 你可以針對一個粉絲的問題 這樣點下去 就是這樣子 稍微看完了 YOLOBUS Pro 這台的一個測試之後 相信大家 對這台機器應該有一點概念 那我自己使用的感覺是說 覺得這台真的是相當的方便 第一個就是說 以前在直播的時候 如果說你要做專業一點的直播 你必須要搭一台電腦 然後又要準備OBS 才能去接單眼相機 或是接很多雜七雜八的設備 如果你是個初學者 或是電腦不太懂的話 認真來說 這是會有一點難度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接電腦的時候 其實它很容易出槌 然後你要去故障排除的時間會很久 那第三個就是說 OBS要去做多平台直播是非常困難 那你只要這一台之後呢 在使用上就相當的方便 第一個最多可以輸入到五個設備 同時還可以外接一個螢幕 而且它本身 也可以當健康螢幕 那另外呢 它又支援了有線的網路 Wi-Fi 5G的高速網路 甚至呢 還可以插SIM卡去做網路連線 所以它這個東西 變成說你是可以把它整個帶出去 非常機動性的使用 功能來說是非常強大 而且操作很直學 就跟你操作平板一樣 本身也內建電池 如果說你要長時間使用的話 可能還是要準備一個行動電池 來給它使用 目前以我的用途來說 我會覺得相當的完美 那要說缺點的話 就是這台還是不算便宜 所以說你有需求的話 我就覺得這台非常值得買 我是電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開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與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